香港大會堂是1962年開始啟用 到今年剛好是60歲 最年輕的法定古蹟 為何大會堂是一個環境的 八時代的建築設計 在當時一個公務工程 能夠收聽民意 去做一個綜合的設計很難得 世界很多藝術 即大會堂的高座這幾層 今天看起來好像不是很起眼的地方 但基礎在這裡開始 時光流逝 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我最深刻的記憶 就是在我小學暑假的時候 我爸爸每天都帶我來大會堂的圖書館看書 之後我就想去樓上的展覽館 看一些出土文物 甚至是希望大後可以做一個考古學家 想起其實音樂廳對於我來說 都可以說是非常多回憶 我們的口琴隊每一年都可以在大會堂 音樂廳這裡做一個週年的表演 香港有很多大大小小很新的音樂場地 但是相比起現在我們看低座音樂廳 其實音樂的效果各方面 其實都是首一一致的 小時候逢是真活周日 我爸爸媽媽就會帶我從對面海 坐船過來中環這邊 我們會在這裡跑跑跳跳 也會去大會堂高座的圖書館看書 大會堂第一天開始到現在 這六十年來都沒有離開過去 小學三年級 在冰頭花園看下來 或者當時的海港 大後結婚 註冊 然後又經常在大會堂展覽 所以大會堂來說 就是由第一天到六十年之後 和我一直都在接觸 有一半個家的感覺 走過歷史足跡 是我一輩子的 啟發性的挑戰 跨代成全 爸爸媽媽當年 亦都在大會堂也註冊 而且我們選擇的日子 都是同一天 所以我的婚姻大事 不如還是去大會堂吧 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 我爸爸是我的學習對象 我都因爲他 所以我才讀建築 去做建築師 每次我們一談談談 爸爸就會拿這件事出來說 大概一九六七年 就要幫大會堂 去做一個中國的陶瓷展覽 在低座的展覽廳 亦都要在兩晚通宵達旦 要完成整個展覽 當我一聽到大會堂 成為一個法定古蹟 我第一次就感覺到 爸爸公族的畫面 亦都很想分享給爸爸聽 爸爸大會堂 和你和我之間多一點的聯繫 希望這座法定古蹟 繼續陪伴每個香港人 抱寫香港新一段歷史故事 我都希望我的子女都會跟我一樣 變成一個跨代傳承下去的 一個香港情懷 一有這個大會堂 就有很多香港人 就和它圍繞著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大會堂 去到現在這一刻 在整個社會 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 大會堂都是屬於大家 大會堂成為這個法定古蹟 我都是覺得引以為傲